王妃 九殿下在宫里遇刺 生死不定 陛下口遇 传擅长刀上的军医进攻 脑子就轰得乱了 遇刺 荣衡遇刺 怎么会遇刺 好好的怎么就遇刺了 王妃 先派军医进攻要紧啊 其他的 您进攻就知道了 苏青趴了一派桌子 万身直接跃出来 一头冲了出去 浮行紧跟其后 荣衡一张脸白若宣纸 躺在床榻上 身上的衣衫被雪尽的烟红刺目 王妃 是凌霜刺杀的殿下 凌霜 就是她 她是北宴的郡主 北宴三皇子殿下的义妹 殿下原本还打算 迎她进府 做侧妃的 谁能想到 北宴竟然藏了这种歹心 不是我们 真的不是我们 这个凌霜 苏青脑中电光火石 某人想起昨日早上 荣衡离开时说的话 她去找北宴三皇子商谈 边境贸易 顺便帮她炸那五座玉矿 她说 她许是会受点伤 让她别担心 尼玛 这是受点伤 瑟子头上一把刀 现在贵巢 是用这把刀直接插九殿下胸口了是吗 这完全是凌霜的个人行为 与北宴无关 凌霜的只是本王的义妹 并非真正的北宴皇室郡主 她是你大下朝的子民 立刻让军中传令兵前往北宴 告诉北宴皇帝这里发生的事 我不管这个凌霜是什么狗屁郡主 但凡九殿下有丝毫闪失 我平阳铁骑就踏平你北宴城池 血染北宴没寸土地 九殿下今日所受的伤 我让你北宴上下全都提为一变 以凭我朝陛下心头怨怒 你们最好现在给我跪地祈祷 九殿下平安无事 不然屠城这种事 我不是做不出来 父皇 儿臣请命 即刻平阳军上下集结指导北宴 有儿臣设计的火炮战车 再加上平阳军如火铁骑 儿臣若不把北宴踏平 绝不还朝 王妃 有话好商量 北宴和大厦一块友好往来 友好 我大厦朝对你北宴就是太过友好了 才给了你们这种雄心豹子胆 上次来访给我下药 这次来访直接插刀我们皇子 你们这是在试探我大厦的忍耐吗 很好 你成功了 大厦朝的忍耐这就是底线 从今日起 大厦和北宴的友好时代彻底结束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屈从 好 传阵旨意 平阳军极客解解 父皇 儿臣希望 不管是凶手还是幕后主使 一律严惩 案件既然发生在我大厦 便有我大厦的律法之行 臣立刻带人回刑部大牢 两军交战还不占来史呢 怎么 鬼朝现在 就要对我们这些使臣下手吗 在你们派出凌霜行刺 九殿下的时候 就应该想清楚后果 复兴抓人 偏点之中 人散得差不多了 伤口如何 陛下 九殿下的伤口 距离心脏 只差分好 能不能熬过去 全看今夜了 今夜无碍了 便就无碍了 恒尔纳侧妃的事 你知道吗 九殿下这几日一直忙着和北岸使团洽谈边境贸易 昨夜一夜未回 儿臣不知 好好照顾他 夜里有什么事 立刻告诉朕 哦 对了 我们的军事实力 当真能够踏兵北岸 不行 不过 父皇放心 儿臣愿拼死一战 深深看了苏清一眼 没说话 转头离开 带到殿内只剩下自己人 苏清朝荣衡床榻走过去 依着床边坐下 他怎么样 啊 没有大碍 只是有点失血过多 想来再有一个时辰就能醒了 苏清点了点头 伸手朝荣衡露出的胳膊狠狠一捏 顿时细白的皮肤上落下一片乌青 想那侧妃是吗 雨落咬牙切齿又捏了一把 长青 御书房 陛下 征战北岸一事 还有待伤阙呀 是啊陛下 北岸使团虽然卑鄙无耻 可战争一事 到底对咱们也有损害 您多思啊 陛下 若非万不得已 咱们还是不要出兵了 劳民伤财啊 陛下 在轰隆隆陛下声中 皇上黑着脸 坐在书案之后 你们是在给北岸使臣求情吗 臣不敢 不敢 哼 若是不敢 你们这是何意 他们刺杀的可是朕的儿子 而且就在朕的眼皮子底下 这种事若是不还击那大夏朝的颜面和团 你们若是担心战士胜败的问题 朕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们 平阳军又研制出了新式武器 朕方才问了苏青 他说 万无一失 稳胜 几个朝臣 大理四卿眼珠飞快的转了转 道 陛下 虽然平阳军威武 可眼下平阳军和南梁的战事尚未结束 如果再和北岸开战 万一南梁和北岸联手 好了 只要朝中不再出现那吃力爬败的东西 朕不怕南梁跟北岸联手 总是再来几个国的联手 朕的平阳军也能稳胜 苏青新研制的武器 是非常厉害的 并非是朕一定要开战 实在是北岸欺人太深 他们若拿不出像样的赔罪来 朕宁愿拼国之所有 要征讨北岸 更何况 朕有平阳军 不过 约莫一注香之后 门外小内侍回禀 陛下 刑部尚书大人求见 传 陛下 北岸三皇子说 为了表示北岸和大夏友好的诚意 他们愿意送十座玉矿给陛下 另外 方才大义四卿去过刑部大楼 傅公公眼皮抖 皇上最初给九王妃下的命令是 只要五座 现在 北岸给了十座 继续关着 等北岸真的送来玉矿门书 再说 陛下 还打仗吗 打 五皇子扶底 接下 出事了 出事了 能出什么事 太后死了 不是 比这个事大多了 什么事 随从便将九皇子受伤生死未卜一事 巴拉巴拉说了 绒衡要纳欠 结果差点被妾室给刺死 这个妾室还是北岸三皇子的义妹 凤皇把北岸使团全部关到刑部大牢了 苏卿要带兵出征 他只是喝多了 睡了一会儿 怎么感觉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真 千真万确 这么一看 唯一活蹦乱跳的皇子 就剩他自己了 疏忽间 五皇子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振奋 搓手手 双眼放着光 内想 玉书房 皇上正颠着北岸三皇子亲笔写下的 愿意捧出石座玉矿作为诚意的信函 小内侍在外通病 就殿下醒了 第一时间要见他 深夜光庭 虫颜凋廊 迎众而静谜 苏卿坐在一侧 温柔的擦拭着 皇上咳了一声 走进去 照顾好他就是了 不必多礼 父皇 儿臣知罪 哼 让父皇和母妃担心 是儿臣的不是 你母妃还不知道这件事 事发当时 陛下为了怕惠妃娘娘担心 让人送过一碗安神汤去 苏卿 为了不让惠妃担心 皇上直接把惠妃给迷晕了 果然 父母都是真爱 孩子才是意外呀 苏卿同情的看了戎恒也 戎恒 难怪一直不见他母妃来看他 父皇 儿臣欺骗了父皇 儿臣被刺杀这件事 是 是儿臣自己做的手脚 不是北岸使团派灵霜做的 你可知你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儿臣知道 可儿臣 必须告诉父皇实话 不能因为儿臣一时冲动 就引发两国战争 真的不是凌霜刺杀的儿臣 是儿臣自己动的手 肃清呼的站起身 愤怒的看着戎恒激愤倒 你自己插自己一刀 你插哪不好 为什么偏偏插胸口 你知不知道一旦心脏受伤 华佗再世救不了你 就算大事活了 也有可能因为伤口恶化而死掉 我这不是没事吗 没事 要是有事呢 你要是有事我怎么办 熊恒 哎呀 顿时伤口的伤都不疼了 心里好甜 皇上 他需要回避吗 你为何如此 父皇让苏清立下军令状 要他从北宴使臣手中 要出武座御矿 儿臣不忍苏清 为此绞尽脑汁担惊截律 又想替父皇分忧 他怎么能生出这么傻的儿子 到底随了谁了呢 他明明很腹黑很睿智的呀 是儿臣使用了手段 让北宴三皇子误以为 儿臣对凌霜有情 他为了两国边境贸易的事 想让儿臣做主让步 动了利用凌霜的心 所以儿臣将计就计 就算是将计就计 为什么一定要受这么重的伤 你知不知道到底要多危险 儿臣就想着 要是不危险 也起不到作用 皇上 他能说什么 这傻儿子为了媳妇 先是不要子嗣 再是不要命 就是不知道 儿臣的苦肉计成功了没有 很成功 他们不仅答应给玉矿 而且答应给十座 你是不是很骄傲啊 朕怎么生出你这种儿子的 拿自己的命去赌啊 你让朕说你什么好啊 真是宁可一做都不要 也不希望你们出事啊 明白吗 儿臣知罪 苏青一脸诧异的看向皇上 十座 儿臣还没有出兵呢 他们就送上了十座 加上他之前骗出的五座 一共就是十五座 北宴一共有多少玉矿呀 刚刚你自己多凶残 你不知道 还用得着出兵吗 那种气势 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你可是放话要血洗北宴 无力回答苏青这问题 皇上只恩了一声 又朝荣衡道 嗯 那灵霜呢 你既是自己动手 灵霜为何也只字不乏 默认长情的说法 灵霜的确是真的想要刺杀儿臣 他是郑国公的人 好了 这次看见你受重伤 也算吃了苦头的份上 朕不罚你 日后再莽撞 做这种不计后果的事 朕地重罚 皇上一走 苏青冷着脸对上荣衡 你不是说只受一点伤吗 这叫一点伤 我错了 苏青 心头再大的火气 也被这三个字软化了 他能说什么 这人受这么大的伤 还不是为了给他讨那五座玉矿 白了荣衡一眼 苏青上前 巴基在荣衡脸上亲了一口 以后不许拿命冒险 胸口好疼 让你再不知轻重 知道疼了吧 吃一欠长一智 以后不许这样了 真的好疼 那我帮你吹吹 吹吹就不疼了 一瞬间 声音就软了下来 就跟哄小孩似的 荣衡看着苏青 眼底闪过一抹亮色 一把便将苏青摟入怀中 突然的动作 苏青猝不及防 整个人便压在荣衡的胸口上 你疯了 你快放开 会压死你的 你别动 别挣扎就没事 听我的 你放开我 等你好了 咱俩天天抱着睡觉 现在先养伤啊 不 我现在就想抱着你睡 不然 我胸口疼 可以不能这么睡啊 那你上来 我好好抱着你睡 不行 睡着了 我会碰到你的伤口的 你放心 我不走 我就在边上守着你 你松开我 我手要撑不住了 苏青的头 抵在荣衡的下额 发丝拂过 清香直抵心肩 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人 受了伤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荣衡抱着苏青 若是我和杨子凌同时受伤 你会先救谁 真的 风马牛不相及啊 他和杨子凌有什么关系 我肯定先救你啊 杨子凌受伤回来 你守了他整整五天 我心里好难受 我吃杨子凌的醋了 长青 亏他还为他家殿下和他家王妃的事操碎了心 结果他在殿下分明是个高手啊 心下松了一口气 长青一拽福星的衣袖示意他离开 福星一脸默然的立在那 人神飘忽 不知道在想什么 北夜市团在一盏别馆里 有一批五字妖娆的五娘 福星原本发飘的小眼神 嗖的就亮了 二话不说 跟着长青就走 长青一出偏电 福星立刻拽住长青 咱们去瞧瞧 大半夜的 人家都睡了 没关系 看看他们的睡姿也行 算了吧 很变态的感觉 不行 我觉得 我今天必须去 为什么 不知道 就是有一种感觉 不去不行 长青 禁不住福星的死缠烂打 长青只得屈服了福星这个变态 殿内 荣衡松开了苏青 苏青合一 躺在荣衡的一侧 看着荣衡 认真道 你吃杨子令的醋 为什么 你都没有见过杨子令 她受伤不要军医瞧 却只要你瞧 你是个姑娘 她如此 算什么 你还守着她整整五天 我不该吃醋吗 身子略略向前一挪 切了荣衡一下 我只能告诉你 我和杨子令是纯粹的友谊 我会为了她着急难过担忧 但是唯独不会爱上她 我可以对天发誓 真的 我爱上谁都不可能爱上杨子令 苏青立刻改口 我的意思是 我明儿就算爱上一头猪 也绝对不会爱上杨子令 我的性取向一直没问题 声横 所以 她是一头猪吗 感觉到身边人深圣的冷气 苏青黑黑笑着 朝她嘴唇又是一拙 所以啊 乖 你相信我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没有别人 更没有杨子令 你怎么会是一头猪呢 哪有那么帅的猪啊 再说了 猪肉能吃 你能吃吗 容恒 她是不如一头猪吗 不管怎么说 心里的难过是没有了 早知道我就早问你了 也不会昨日夜里在青山自己喝闷酒 现在为了多难受 苏青蹭着坐起来 看着容恒 你昨天彻夜不归 是在深夜买醉 你是怎么知道杨子令受伤回来的 这件事父皇下过命令 不许对外公布的 容恒 他要告诉苏青 这是秦苏说的吗 要是说了 苏青会揍死秦苏吧 这么一想 容恒果断开口 是秦苏告诉我的 苏青一张小脸 漠得腾出杀气 奈那个熊的 嗖得翻身下地 你做什么去 揍人 害你喝了半夜的酒 我非揍死他压的给你出气 说完 苏青头也不回的 熊啾啾气昂昂就走了 容恒 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他想坑秦苏一把的 谁让他提起杨子令的时候 说的这只屋 要不是秦苏 这只屋不肯说明白 他也不至于就难过的那种地步 但是 他还没想让苏青走 他还是个受重伤的人 需要无为不知的照顾 一双眼直直到望着头顶账卖 一脸的身无可恋 怎么样 你先说 我先说 你不许开口 我把他装东西的盒子拿了 等一会给主子 你呢 他是谁的人 大理四青 大理四青 这事我得和殿下说一声 匣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我没打开看啊 这东西是要给主子先看的 应该和这次自杀有关 你先打开 我看看都是什么 我也好回禀殿下 不然万一出事 殿下在宫里很被动 你快看 你这是干什么 主子没看过的东西 我绝不先看 但是 是从全宜 你看吧 看完 怎么分头行动 王妃不就在宫里 怎么要分头行动 天都要亮了 我家主子肯定要去军营 奴魁还在军营呢 大皇子被软禁 奴定中今儿铁钉要来送银子 我家主子怎么会在宫里 银子比他家殿下重要吗 这个傻福星 肯定是他家殿下更重要啊 快点快点 说不定我家主子已经去军营了 咱们打个赌 我敢保证 王妃现在在宫里 赌什么 要赌就赌个大的 不然我可没兴趣 这样 我要是赢了 你就送我一双鞋 你要是赢了 得 我可不想要你送的鞋 除非是你亲自秀的 我要是输了 我就赔你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 我和主子在一起的时候 谈论起银子 少说都是以千为单位的 好 那就一千两 一千两 唉 行吧 看在你我结败一场的份上 一千两就一千两 你准备好了 到时候可不许赖账 那要是你输了 可记得送我一双鞋 也不许赖账 一双鞋而已 几文钱的东西 有什么可赖账的 别说一双 看在你是我二弟的份上 直接给你十双 我没零钱 长青飞快的看完匣子里的信 先生写了什么 把你高兴成这样 啊 别告诉我写了什么 我不想知道 说完 一脸闭瘟疫的走了 殿下 王妃呢 昨半夜去哪了 殿下 怎么不见王妃 是去端早膳了吗 我们将军昨日半夜就走了 离 离开了 殿下 您都这样了 王妃都不陪着你 她去做情苏了 她的一千两 那边桌上 有御膳房一早送来的鸡汤和鸡丝面 君已经为我吃了 剩下的你都吃了吧 殿下 奴才昨儿半夜和福星去驿站行馆 偷看了歌姬睡觉 傻孩子 你当然是母妃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若妃轻生 母妃知道你受伤了 能这么着急 你是着急我还是着急你的壮孙 谁说我只关心壮孙 我更关心我貌美如花凶残彪悍的孙女 你昨儿就受伤了 也不知道哪个作死的 给我熬的安神汤分量大了些 我硬是睡到了今儿一早才醒 你可别记恨母妃 忠恒 长青 那个作死的好像是皇上 说话的样子 像极了 她的岳母 想吃什么 和母妃说 母妃亲手给你做 吃好了 才有力气养伤 才能赶紧好起来 母妃 我不要自私的 傻孩子 你之前还说 你绝不会娶苏青呢 要是让你娶苏青 你宁愿投胡自尽 现在如何 这不是恩爱得不得了吗 以前你还说啊 鱼干是最难吃的东西 你堂堂九皇子 就算饿死 也不会吃这种东西 现在不也吃得香喷喷的 真的是亲娘吗 怎么说话 净挑那戳心窝的说 她是需要被呵护的病人呢 内乡 朝堂上 殿下 这不管九殿下是否无碍 但北宴刺杀九殿下的事 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他们既是敢做 就该承担应有的后果 这区区十座欲况 岂能弥补 他对我们大夏朝的所作所为啊 冲动是莽夫的行为 纵然北宴有错 可他们的认错态度很好 难道就不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就一定要搞得生灵涂炭吗 北宴百姓何其过呀 哼 我是大夏朝的官员 不关心北宴百姓如何 我只关心我大夏朝的百姓 如果他们刺杀我们的殿下 都能用玉矿来抵过罪过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 只要他们玉矿夺 金钱夺 就能随意杀我大夏朝的任何人呢 量驾而沽 皇子之十座玉矿 那百姓呢 胡搅蛮缠 这怎么能做比较呢 刑部不都查出来了吗 灵霜是郑国公的人 他是为郑国公报仇 才刺杀九殿下 与北宴并无关系啊 豆良就到 这白纸黑字 不管他是谁的人 他都是北宴三皇子 任下的义妹 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 北宴都该为他犯下的错而负责 是该负责 我没有说不负责呀 只是战争这种事情 不仅仅是对他们有害 对我们也一样有害呀 不能为了让北宴负责 就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呀 紫荆将军新研制的战场武器威力强大 怎么会自损八百呢 不会 说完 豆良朝皇上道 皇上 臣赞同出兵 若是出兵 臣愿意捐献奉禄的三分之二 作为军饷 臣也赞同出兵 不出兵 我们只得北宴十座御矿 若是出兵 说不定 北宴的全部御矿 都在我们手里了 唉 凌双子为北宴三皇子的一妹 自杀九皇子 这口气 真实在难消 陛下 身中啊 凡事咱们好商量 未必只有出战这一条泄分的办法呀 他刚雨落 一个小内侍急急从后殿奔了进来 立在郎柱一侧 低头换府公公 府公公立刻挪了过去 低声道 出什么事的 你跑到大殿上来 唉 不好了 刑部到牢传来消息 北宴三皇子好像食物过敏 昏死过去了 刑部给北宴使团送的牢饭 吃什么 启禀陛下 就是常规饮食 没有搜的馒头和没有搜的菜粥 怎么了 没有搜 满朝王武顿时朝刑部尚书看过去 有脑子活饭的不禁脑补 那 郑国公吃的 是不是 就是搜了的 这么一想 不禁一个机灵 皇上 刑部大佬传来消息 北宴三皇子食物过敏 昏死过去了 不可能 刑部的饭 不会对任何人过敏 馒头是面做的 菜粥是米和白菜熬的 难道有人对米面过敏 难道有人对白菜过敏 那他在做监饭壳之前 应该已经死了 陛下 当务之急 还是赶紧派御医 去给北宴三皇子瞧一瞧呀 万一真的闹出人命 我们有理反倒成了没理呀 这话 皇上认同 福公公立刻去传话 便亲自带了御医 前往刑部大佬 陛下 北宴三皇子的确是昏厥了 而且御医束手无策 听北宴使团说 他家殿下就是偶尔要过敏一下 具体是对什么过敏 他们也不清楚 不过 北宴的神医配置了药丸 每次北宴三皇子晕厥 吃一颗就好 不知道对什么过敏 就能确定是因为过敏而昏厥啊 陛下 北宴使团的人说 药丸就放在驿站别馆中 御医说 还是赶紧拿了药丸 给北宴三皇子吃了的好 他实在从脉象上 诊不出如何治疗 陛下 即是北宴三皇子自己有药 还是用他自己的药好 纵然出了问题 也非大下的责任 立刻让进军去刑部大牢 带一个北宴时辰 取了药 直接送到牢里 朝臣 送到牢里 难道不是趁机 把北宴三皇子放出来算了 金鸾殿上依旧没有散朝 进军统领亲自出马 去刑部带了北宴那个三品文官 直抵驿站别馆 药丸在哪里 劳烦大人自己找一下 北宴三品文官也不客气 抬脚朝专案走去 启动专案下的机关 一个小抽屉弹出 在抽屉弹出的一瞬 北宴三品文官傻眼了 盒子呢 里面放的盒子呢 巴掌大的抽屉 北宴三品文官一寸寸扫尸 光溜溜的抽屉 让北宴三品文官一颗心 跳得是忽快忽慢 没有盒子 去哪儿拿解药 没有解药 他家殿下怎么办 天哪 谁能告诉他 会是没有盒子 脚下一软 三品文官忍不住手 开始哆嗦 在转上四下的找 进军统领见他一脸慌张 周梅去了片刻 可是找到了 这双药丸的匣子不见了 不见了 这里可曾有谁来过 管事立刻到 启禀统领大人 在北宴使团被拐押 在刑部大牢期间 这里无人来过 门口已一直有一组守着 大人再好好找找 看看是不是放到了其他地方 这个药丸除了你们知道放在这里 可还有别人知道吗 我要回牢里 问问他们看 是不是我记错位置了 好 刑部大牢 北宴三品文官一回去 立刻那些北宴使臣便到 快 快把解药给殿下吃了 北宴三品文官都要哭了 解药不在了 抽屉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 北宴三品文官先下一抽 没有 北宴的朝臣又骑刷刷的 看像躺在甘草垛上 昏迷不醒的北宴三皇子 心头一万头 定了铁掌的羊驼 发疯一般奔腾而过 没有解药 他们殿下怎么办 除了他们 只有大理寺卿知道那盒子 心里咆哮完 几人一番商议得出结论 面子是小 性命是他 殿下要是真的丧命 他们几个也都别活了 北宴三品文官转头 看向禁军统领 劳烦统领大人带卫尘进宫 卫尘又命进陛下 好 就在他们朝皇宫走去的同时 一个小内侍捧着一个小盒子 上了金鸾殿 陛下 这就是从驿站别馆找到的匣子 里面有药丸 还有一封信 大理寺卿眼中飞过冷笑 朝那匣子扫了一眼 皇上皱眉盯着那匣子 扶公公忙接了递给皇上 怎么没送到牢里 送到这里了 里面的信 非同小可 皇上 忽一道看了他一眼 信是苏卿的笔迹 内容嘛 是以苏卿的口吻和黑山寨带王商议绑架北燕使团一事 可以说这封信只指是苏卿指使了黑山寨带王绑架北燕使团 而按照之后的事情发展 完全就可以认定为是苏卿坚守自盗贼喊猪贼 不仅让北燕使团吃了苦头 还冤屈了镇国公 苏卿写给黑山寨带王的信 苏卿本人就是黑山寨带王 他用得着在写信吗 而这封信还是和药丸一起被发现的 读给他们听 福公公 杨者声音读了 朝臣立刻就炸了 什么 是九王妃和黑山寨山匪勾结绑架了北燕使团 然后九王妃又将黑山寨山匪收编入了平阳军 陛下九王妃如此行径实在太过恶劣了 北燕三皇子已经找到了证据 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啊 陛下要严惩九王妃啊 严惩 你们就这样肯定 这封信不是伪造陷害 朕怎么觉得这件事太过巧合呢 陛下不管这信是否是真的 还是先给北燕三皇子吃了解药 等他醒来就什么都清楚了呀 再者 臣觉得九王妃勾结黑山寨的山匪一事 并非有人蓄意陷害 北燕使团被绑架一事 从结果来看 九王妃获益最多 这件事情之后 他便占了郑国公的府邸 如今那府邸更是直接更名王府 有平阳侯夫人住着 爱卿以为当真是苏卿与山匪勾结 应该就是如此 且不说信上内容如何 单单九王妃不羁凶残的性子也附和 那依爱卿之见该当如何 九王妃是皇室众人 既然如今成为绑架北燕使团的嫌疑人 按照流程他该暂且被关押大理寺监牢 听从审讯 正说话 进军统领回来了 陛下凯恩 求陛下救我们殿下一命 皇上无疑地看着他 一脸深沉眉说话 我们殿下并非是过敏晕厥 而是昨日夜里 大理寺卿前来探访的时候 给了我们殿下一颗药丸 说只要殿下服下药丸就能出现无法医治的昏厥假象 这话一出 整个朝堂顿时沸腾了 比菜市场口都沸腾 大理寺卿正恶地看着北燕三品文官 天灵盖就像被人当头抽了一鞭子 我们殿下因为九殿下被凌霜刺杀一事而受到牵连 心头愤恨不平 再加上贵朝大理寺卿的挑唆 便大意与大理寺卿合作 大理寺卿为了除掉九王妃 我们则是为了挽回眼下的局面 没想到啊 你是这样的大理寺卿啊 胳膊肘往外拐 除掉九王妃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去保家卫国呀 陛下 臣冤枉啊 臣从未和北燕三皇子合作过什么呀 更不知道他说的要完呢 大理寺卿叫驱霸 转头瞪向北燕三品文官 你为何陷害我 是谁让你陷害我的 陷害 是不是陷害 大人你最清楚 左右眼下昏迷不醒的 不是大人你 求皇上救我们殿下一命 大理寺卿 答应将药丸放入盒中 盒子就放到驿站别馆的抽屉里 然而抽屉中并无药丸 我们殿下还昏迷不醒 贵朝御医 束手无策啊 没有 那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缓缓抬头 皇上悠悠看向那个进来送盒子的小内侍 就在这个时候 小内侍抬头朝皇上呲牙一笑 然后又飞快地低头 皇上背着突如其来的一笑 惊得差点从龙椅上跌下来 皇上背后 扶公公眼皮一跳 扶 扶行 你有什么可说的 大理寺卿扑通跪下 陛下 曾冤枉呢 从陛下开恩赶紧找到药丸呢 我一时间久了 皇上捏着自己手里的盒子 铁青着脸道 你放心 朕一定会尽快找到解药 你且安心回牢里等着 说完 皇上吩咐进军统领 好生送他回牢房 众朝臣 殿下 您手里拿着的 不就是传说中盒子里的解药 大理寺卿 他那说什么 北宴三品文官一走 皇上彻底冷下脸 当着所有朝臣的面 将盒子给了扶公公 国办可周 送到牢房里去 众人 怎么觉得 他们家陛下在耍流氓啊 扶公公领命 拿着盒子离开 冤枉 大理寺卿 汪维命官重臣 勾害王妃 勾结外使 论罪当诛 夺取官位 打入刑部大牢 三日后处斩 吵架收服 家中上下 一律按国法处置 质地有伤的处置 大理寺卿没听完 就撅了过去 知道了 会妃最近做小鱼杆没 傅公公 一错看向皇上 向内侍叙叙叙抬头 哎 旧王妃如何说 嘿嘿 启禀陛下 王妃说 北宴三皇子 火动大理寺卿 勾害他 冤枉他和山匪勾结 他要挽回自己的名誉 北宴三皇子和大理寺卿 的确是冤枉了苏卿 他真的不是和山匪勾结呀 他就是山匪本匪啊 皇上带着一种饶有兴趣 看着复兴 他打算如何挽回 九殿下身受重伤 王妃打算让北宴三皇子赔两座玉矿 算是九殿下的私产 这叫挽回名誉 现在的年轻人 思维都这么独特吗 脸才脸的这么光明正大特立独行 他还是第一次见 这盒子 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福星顿时脸上笑容一浆 给朕说实话 福星顿时就怂了 巴拉巴拉 把他和长青打算去驿站别馆 偷看姑娘睡觉的原委说了 皇上 一副鹅 无力的转身 虚弱的抬脚离开 他真的是老了呀 不管他怎么折腾 朕只有一个要求 第一 北宴赔给大夏的石座玉矿 必须履行 第二 朕不会派兵打仗的 让他自己想办法圆回来 说完 皇上就走了 福星 不是说只有一个要求吗 不过 并下着态度 意思是要给他家主子绝对的自由吗 心头一个欢呼 福星转头就走 然而 不知是内心太过激动还是怎么 转头之际 左脚搬了右脚一下 砰的一声巨响 福星忽然倒地 才离开的皇上和福公公 就忍不住回头 皇上满目复杂 看着福星 问福公公 他这是玩什么呢 福星麻溜的起来 朝皇上欠然一笑 惊扰圣驾 小的这就告退 陛下 他手臂上 有一个蝴蝶胎脊 皇上一愣 他记着 福公公那个早就没了的小孙女 手臂上就有一个蝴蝶胎脊 哎哟 徐氏脑奴 看错了 怎么会呢 当年福公公家的惨剧他是知道的 原本齐了荣荣的一家子 一夜之间就只剩下福公公一个了 凶手是谁 一直没有找到 福星今年多大了 听说 是和王妃同岁 既是怀疑 去问问 朕瞧他刚刚离开的方向 像是横耳养伤的偏点 哎哟陛下 没什么好问的 脑奴的孙女啊 当年 是真的断了气的 朕传平阳侯夫人进宫 问问他福星的来历 不管是不是 你也好塌下一颗心呢 哎哟 脑奴谢过陛下厚爱 不过 真的不必问呢 脑奴的孙女 当日 是脑奴亲自下葬的 一句会妃那里传句话 说 朕想吃小鱼干了 传完话呢 你就去歇着吧 朕去看看衡儿 偏电 福星一身小内饰衣裳 笑嘻嘻地立在床榻前不远处 超容红道 嘿嘿 殿下 我们主子说了 不会让您白受伤的 这一刀 他向北宴给您讨的两座浴框 作为商员抚慰金 熊横 抚慰金 福星一进门就巴拉巴拉 把苏千如何安排盒子的事宜 以及大理寺卿和北宴使团 是如何互相打脸的事 噼里啪啦地说了 苏清让人在刑部大廊门口等着 一旦得知北宴使臣要跟禁军统领进攻 那人便快马加鞭直奔皇宫 给已经在皇宫门口等着的福星传话 福星得到消息 即刻进攻 前后利用了这个时间差 而这个时间差 足够大理寺卿在朝堂上 先发挥一把了 俗话说得好 前期发挥得好 后期打脸越疼 他怎么知道你冒充小内侍送盒子去金兰殿 父皇就不会生怒怪罪呢 陛下是明君啊 陛下知道大理寺卿是小人作妖 更知道北宴包藏祸心 而我家主子是在给大厦谋福利 这么简单的道理 陛下不会不明白的 王妃就因为这个原因 就敢直接派了你 穿着小内侍衣裳去金兰殿 就不怕陛下一怒之下斩了你 都告诉你了 陛下是明君 明君怎么会斩了我呢 我出现的多吉时啊 那王妃怎么知道 大理寺卿一定会当众要求严惩王妃呢 如果他没有要求呢 大理寺卿是不是要求处置我家主子 和他是不是与北宴使臣勾结而陷害我家主子 没有直接关系啊 难道大理寺卿在朝堂上不说那些话 他做下的事就能到不存在 那王妃怎么又知道 北宴使臣一定会咬出大理寺卿呢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自己也动动脑子好不好 算了算了不勉强你了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没有 北宴使臣在驿站找不到解药 他们的皇子不吃解药就可能死掉 你说他会不会出卖大理寺卿 常情他好像还是没有想通 哦原来是这样 反正总而言之这件事就是我家主子聪明 陛下英明他俩心有灵犀的配合非常完美 这就叫明军两将相得一张 大殿外 皇上原本是打算推门进来 却意外听到这么一番话 忍不住嘴角上扬 转身离开 他是个明军呢 就在皇上离开的一瞬 复兴悠悠补充 当然 主要还是我家主子深谋远虑才知过人 殿外负责暗中守卫的荣衡的暗卫 嗯 幸好皇上没听到这一句 吃果子嘛 是不是想吃果子 我给你拿 福星目着脸 我的一千两 回去给你 现在哪有呢 这件事别告诉殿下 哎 你放心 你见我一千两赌金的事 我绝不告诉第三个人 嗯 赌金 殿下 想吃点什么 奴才去吩咐御膳房 哦对了 军医说只能喝鸡汤 奴才这就去催他们赶紧做 说完 拔腿叫夺门而逃 冲着长千的背影 容恒悠悠倒 你们赌了什么 是不是赌 王妃有没有守在本王身边 难怪这个小兔崽子一回来 不问他伤势如何 开口就问王妃在哪 亏他当时还以为长青一脸难过 是心疼他没有苏青照顾 结果 这个小兔崽子 是心疼他那一千两银子 殿下 您听奴才解释 皇上离了偏殿 却并未走远 只在偏殿外不远处的凤漆亭坐着 眼见浮星从偏殿出来 皇上是一小内侍将浮星召来 浮星行礼问安之后 立在皇上面前不远处 不同于其他的婢女或者内侍 浮星站在那 宛若一棵树 身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气息 这种气息 只有经历过热血磨砺的人才有 皇上深深凝了他一眼 和蔼可亲的笑道 你是哪里人哪 浮星 啥 哪里人 怎么听着 像是搭讪的节奏 狐疑的看了皇上一眼 浮星立刻吹眸 恭敬道 启禀陛下 小的不知道小的是哪里人 小的和我家王妃一样 十岁之前的记忆都是空白的 那贫阳侯夫人 可是曾经向你提起过 当初收容你的时候 是什么情景吗 他家侯爷和他家主子 都是军功累累 莫非 陛下是觉得他们有点功高盖主 所以想要从他身上下手 找主子们的薄弱点 这么一想 浮星立刻觉得自己简直是机智 并着少说少错的原则 浮星摇摇头一个字都没说 皇上 有关你自己的身世 你可曾问过 浮星又摇摇头 皇上 你就不好奇你的身世吗 浮星再摇摇头 皇上皱眉的看着浮星 你就不好奇 也许你还有家人在世上 难道 你就不想见他们 浮星 依旧摇摇头 皇上 问了半天毫无结果 惆怅的看了浮星一眼 刚刚在偏殿 你不是口若悬河吗 还夸我是个明君 怎么现在就局促的一个字都说不了了呢 他有那么威严吗 明明一直在和蔼的笑呀 唉 无力的一探 皇上让浮星离开了 浮星一走 皇上转头 一脸和蔼的笑着 看向身侧的小内侍 小内侍顿时吓得双腿一软 扑通跪下了 皇上 不认 朕有那么可怕 小内侍瑟瑟发道 何止是可怕 哪个皇上没事干 笑成您这个样子 浮星搬进去的时候 王室正在花园里喂鱼 夫人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气吞山河 平地一声吼 浮星突然的声音 把王室一惊 手一哆嗦 手里的鱼石就洒到浴池中 引得无数锦里争香夺食 顾不上这些 王室蹭得起身 几乎一个剑步 走到浮星面前 清儿怎么了 不 不是主的 是陛下 瞪大眼睛 错的看着浮星 陛下 驾崩了 啊 夫人 陛下还好好的 刚刚还和小的说了话 目前 应该 没有 驾崩 他一面说 一面大喘气 王室听着 就跟着大喘气 等着浮星终于说完 王室虚了一口气 转身又悠悠坐回去 出什么事了 浮星 夫人 陛下大约觉得平衡侯府功高震主 又对咱们动手了 王室才喝下去的一口茶 险些没被浮星这话给呛死 咳嗽了几声 王室匪夷所思的看着浮星 何出此言 浮星就把皇上 在凤七亭如何表面看起来和哀可亲 实则暗中 刀里藏棉藏针 对他盘问的事情噼里啪啦给说了 王室的脸色不落痕迹的凝重起来 今儿在宫里发生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啊 就是大理司卿被剥夺官职 三人后问斩 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再好好想想 浮星就当真又认真地想了想 虚余抽着眼角道 夫人 要再说有 那便是小的当着陛下的面 摔了一跤 不对 是背着陛下摔了一跤 这算吗 王室悠悠看着浮星 摔倒的时候 浮公共也在 浮星点头 王室就又倒 摔倒的时候 胳膊擦破皮没有 浮星撸起袖子看 笑嘻嘻倒 没有 夫人 那边 我们看不见了 如果 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